故事文稿乌鸦与狐狸 一只乌鸦在林子里捡到一块肉高兴极了 它飞到树上准备好好享用 树下的狐狸闻到了肉香味口水都快要流出来了 也想吃到乌鸦口中那块肉 于是狐狸礼貌地冲乌鸦打起了招呼 你好 漂亮的乌鸦几天不见你变得更加美丽了 你有光滑的羽毛 锋利的爪子 还有修长的脖子 连你的眼睛都是那么明亮 我猜想你的歌声一定如天使般的声音那么优美 我能请你唱首歌给我听吗 乌鸦听了狐狸的奉承高兴地手舞足蹈起来 于是不假思索地亮起了歌喉只听见哇的一声 乌鸦口中的肉就掉到了地上 狐狸雕起地上的肉一溜烟跑回洞里去了 你不会认为超 прошл的子